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Ben喔 今天不知道要不要吊 今天風很大 那我今天想吊Swing Jig 我覺得今天Swing Jig跟Chatter Bay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沒有掉都不知道 沒有掉都不知道 然後我有點感冒了 所以我一直SwingSwing CBT 你們自己自動過濾掉那個聲音 然後因為風向的關係 我再加上錄音的關係 你看我面對這邊風聲太大了 所以我只能從這個方向玩 是 順風 是可以啊 風這麼大 我的噁好像有點沉不太下去喔 然後你們會覺得我今天捲的速度比較快 就是因為這個磁壁比較低喔 中了啦 什麼東西這麼有力啊 水草啦 水草啦 還行耶 什麼東西這麼有力啊 還行啊 快點 �咿... 盡量不要傷到魚喔 可以 欸 四十幾 暴... 暴... 還行喔 我把他皮弄下來一塊 使雲及格 可以啦 在水草裡面種了吧 反正是在坎附近的水草種的 不行,這樣沉不下去 有掛了嗎 奇怪,這SWING的毛有點少 先這樣吧 其他的等一下來想辦法 今天來講什麼 今天還是講 睡草 睡草 好 今天講那個什麼東西 我忘記了 講一些 不知道也不會死的冷姿勢 也不是冷姿勢啊 就是一些平常可能先聊有聊過 但是實際沒有做影片的一些東西 奇怪,這SWING有這麼輕喔 捲起來完全沒感覺 這多重的啊 四分之一的啦 四分之一的,難怪 奇怪,捲起來完全沒感覺 這樣就比較糟糕的設定 因為我用median heavy的 我以為這個是二分之一的 我想說加上梯尾用二分之一的 用median heavy的比較好 結果誰知道這個SWING 這個怎麼輕 那這樣就不是一個很好的設定 應該用重一點的 咬兩口 咬兩口不理我 不理我就算了 咬兩口不理我 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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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會問喔 說 日式釣法跟美式釣法有什麼不一樣喔 因為 台灣比較多人接觸日式的釣法 就是日本路牙這一塊喔 對美國路牙這一塊的 史上最慢開槍 史上最慢開槍 你有看到我剛開得多輕嗎 很多人問說日式釣法跟美式釣法有什麼不一樣喔 一直被打斷 也不是說日式釣法跟美式釣法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台灣離日本比較近喔 所以大部分釣魚的資訊都是來自於日本 那美國老實說除了路牙這一塊以外 它也沒有什麼特殊的釣法 有一些可能對付專門的魚種 特殊的魚種 譬如說鮭魚啊 尊魚啊 或是拍一個Mursky這種 可能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那麼多水草 比較特別的釣法或是釣柱喔 但整體而言台灣還是偏向日式 中國也是一樣 中國應該也是偏向日式 或是中國自己本身有 有中國的釣法或是釣柱 但是我是以主流來講 主流來講 那歐洲本身有歐洲自己本身的釣法釣距或是習慣 跟美國又不太一樣了 歐洲看位置但是會比較偏向Fly那一方面 會稍微比較偏向來哪一方面 那我們以黑魯的 以路牙來講 黑魯的路牙來講 發源地是美國沒有錯 但是 並不是說 美國比較好或是日本比較好 或是日系的想法比較好 美系的想法比較不好 這是 沒有正相關的 沒有相關聯的 沒有相關聯的 日系有日系的風格 美系有美系的風格 那因為我本身 釣魚歷練的關係 所以 我兩邊都有接觸到 而且接觸到很長一陣子 沒中 厲害厲害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釣竿池那邊 那邊有一坨水草 已經長到水面上來了 那落水草裡面有一些 一些零星的魚 但是不是很多 但是不是很多 又沒中 這怎樣啊 應該是 應該是房產的關係 你可以看喔 之前那一集的 之前這個 這一個的影片的第一集 我有講過手把劫 這是一隻7尺6的桿子 這是一隻7尺6的桿子 你有沒有看到這隻手把劫多段 你沒有看過一隻7尺6的桿子 手把劫會那麼短的 為什麼它有說那麼短 在第一集有講過 那日系的釣法跟美系的釣法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這個在閒聊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第一個是做釣的環境跟場地的關係 美國 船跟魚探機是一個很普遍的東西 那美國是黑爐原始的生長環境 就是 黑爐天生就長在這裡 這是他們天然的棲息地 所以 美國的主要方針對我來講 是攻克不同的障礙物 還有找到魚在哪裡 就是 這兩個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 美國對我來講它的重點是找魚 找到魚在哪裡 那你再去決定 它在那樣子的場地 它的心情 那我要用什麼樣子的耳 或是什麼樣子的釣術 來處理這樣子的情況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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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美國釣黑爐基本的想法跟基本的概念 那這樣 好不好或是對不對或是有沒有錯 嗯 依照當地的風俗民情這樣是沒有錯的 因為 第一個它沒有船 再來它沒有魚探機 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講都是很普遍的東西 美國你買一艘Jumpboard沒有多少錢 全新的一艘400塊美金 那你可能要買拖車來載它 或是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那在配台魚探機 了不起給你 2000塊 3000塊好了 6萬塊 那個是 一般人可以負荷的範圍 在台灣我相信6萬塊對大部分的 有在賺錢的人來講 也不是什麼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是 重點不是你有沒有船 重點是你有沒有位置放船 一艘船6萬塊當然不是問題啊 我說台幣喔 台幣6萬塊當然不是問題啊 重點是停車位 你60萬都買不到可以放船的停車位啊 收藏才是台灣的問題 那日本也是一樣喔 日本也是一樣 一般的民眾 有船的機率比較低啦 這裡沒有水少就完全不太行 不然就是魚不在這裡了 反正我就慢慢釣了 我就隨便釣了 我今天只是想來釣這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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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造成日本釣黑爐的情況會比較偏向是 不同的釣組適應不同的場地 這個大概都是已經決定好的事情 就變得有點公式化 你也不用去考慮你的操作 這等一下會講為什麼不用考慮你的操作 因為美國習慣做的事情叫Power Fishing Power Fishing 對就是那個Power 那Power Fishing其實是一個概念啦 是一個概念 那日本就比較偏向台灣的環境 大部分的人並沒有非常好的 量好的船隻啊 或是所謂的 魚探機就是所謂的聲納 那場地普遍大家也都是在岸邊釣 你比較難找到所謂的障礙物 而且 怎麼說 你比較難找到障礙物 那你也比較難去攻克障礙物 就會變得 又沒中 就會變得有點像 我說了在寬闊的水域去遭魚 這時候你就要講究 就會開始去考慮說 我耳的細緻度 我操作耳的細膩度 從這一方面去鑽研去研究 然後再加上日本本身 跟購物的習慣的關係 喜歡那種 也不是喜歡誰不喜歡 就是 日本的釣魚會慢慢變成 譬如說一種高單價的精品之類的東西 在美國比較不會 在美國釣魚是 是很普遍的 很大眾的 所以它的東西都傾向於便宜 然後大家都用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美國也不會很貴 美國釣魚也不會很貴 但是它的品質就是 就是一般般 哎呦沒中 在幹嘛 這個房產啊 那個房產啊 給它拖久一點好了 就變得比較傾向是那種 大眾化的 大眾化的 平民化的 就比較不會走精緻的路線 你說它少數精緻路線的東西還是有 但是比例上就少很多 比例上就少很多 跟日系的品牌比起來就少很多 那日本 你也不能說它那樣不好 因為那是它的商業模式 那很多東西我也在先聊影片講說 嗯 看你自己覺得有沒有必要 有些東西我是覺得沒有必要 那你覺得有必要你就買 那我也不是說高單價的東西不好 我好歹買了日本的釣魚也買了40年了 我到現在還是在用日本的釣魚啊 雖然說到美國開始會慢慢用一些 美國牌子的東西 但是主體來講我還是比較傾向 日本釣魚的精緻度跟手感 那你說一些中國的牌子老實說 第一個在美國買到的價格本身就比較高 在美國買到的價格一定比你在台灣買的價格高 那它的競爭力就會失去一些 並不是說它東西不好 而是它競爭力就會失去一些 然後再來是 主流的 在美國主流的中國釣魚 它的原創性還是不高 我講好聽一點是原創性不高 講難聽一點就是它還是在烤別人的東西 對 那既然它價格沒有優勢的話 我就沒有必要買中國的產品 所以你們問我一些中國的東西 譬如說Casekin啊 或是一些什麼釣製物 或是什麼東西之類的 酷銀我不知道是哪一國的 之類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幾乎都沒有使用過 有的話也是朋友買的 他大概就是買來好玩的 其實他自己也是買來試試看的 對 那我大概跟他借來把玩過 大概就是這樣 我不會很認真的去玩那些東西 對 所以日本它的 它的整個大方向跟大概念 會跟美國稍微有一點點的差異 就是我要靠技巧 我要靠操作 我要靠耳的獨特性 來引誘魚上鉤 那這一部分在美國是比較少去做的 美國人比較 美國魚比較不吃這一套 美國人也不吃這一套 那這時候就會 就會 就會 就會出現 兩個名詞 兩個名詞 那這兩個名詞 我在 在我的影片裡面其實 蠻少提到這兩個名詞的 哪兩個名詞 一個叫做 Power Fishing 就是那個 Power 另外一個叫做 Finance Fishing Finance 那美國是比較接近Power Fishing 比較傾向於Power Fishing 那日本是比較傾向於Finance Fishing 那 我先講Power Fishing好了 什麼叫Power Fishing Power Fishing其實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我一直在講的 利用魚的反射 利用魚的本能 去迫使它舊額 好 這次太輕了 層太慢了 對啊 就是我 就是我 Power Fishing就是我一直在講的 你用它的本能 你用它的天性 去迫使它舊額 譬如說 很多額的設計概念都是這樣 譬如說 Cranker啊 然後 譬如說我說的化水草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東西 譬如說突然用極快的動作啊 或是突然急停啊 那 我在美國那麼久 掉了 好歹十幾年的黑路了 那這個東西對我來講是有用的 這東西對我來講是有幫助的 我也慢慢偏向傾向 朝這一部分去發展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是因為 很多關係啦 第一個是 在美國很多這種寬闊的水域 像這種寬闊的水域 那美國的釣魚壓力其實並不是那麼大 譬如說 你說這個池子最滿一天有幾個人來 我告訴你這個地方一天最多最滿 了不起給你二十個人好了 了不起給你二十個人 你看這麼大的戶 了不起給你二十個人 你說有沒有壓力 有 但是跟日本台灣比起來這個壓力幾乎是沒壓力了 如果在台灣這個辭職一天要幾個人 如果在日本這個辭職一天要幾個人 如果在日本這個辭職一天要幾個人 那個壓力是沒有辦法逼的 所以 魚會挑嘴或是 或是它的壓力大並不是人為的 而是天然造成的 當然也是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壓力很大的場子 那些的話你就必須再想辦法 用其他辦法去攻克它 那基本上的話 是 是 就像你們看到了 我只要丟下去 照我自己想做 基本上就會有魚要了 基本上就會有魚要了 那如果像這麼大的場地喔 你真的要花時間去找魚喔 你要找多久的時間 你真的要去拗魚 就像我常常講的喔 你去拗它 你要花多久的時間 你才能釣完這個場地 沒有辦法 所以你看我幾乎就是 一兩桿一兩桿我就走了 一兩桿一兩桿我就移動 我就換另外一個地方了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釣 我只要拆到今天的主流 假設我今天 我覺得我現在還沒有找到魚 還沒有找到魚 並不是魚不要 並不是魚不要 我先講我覺得今天的問題 等一下有機會 我們看有沒有辦法做修正 今天的問題是什麼 今天問題是風太大 我的線被風帶著 那我的耳就撐不下去 那我的線又太輕了 所以我的耳跑太上面了 但是因為今天風很大 所以魚有可能在比較下面的位置 那我沒有辦法釣到它 就是這樣 對 這是我覺得目前為止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顏色 因為還沒有到雪德的季節 白色可能沒有那麼恰當 我等一下可以換墨綠色試試看 而且天氣比較暗 然後我又那麼輕跑那麼上面的話 我覺得選深色會比較好一點 對 對 好 譬如說 這麼大的地方 你要一個點一個點一個點 慢慢的找 你要找到明國紀念 你知道那邊有魚 它不要你的耳 你要去凹它 你要賭多少的機會 你要放棄多少的機會去凹它 因為你下一竿可能就會遇到要接你耳的魚了 那你在這邊浪費了那麼多的時間 那些時間你繼續走的話 種的魚 照理說 會遠比你在同一個地方 繼續去凹那隻魚來的 機會來的大也來的多 應該這樣講 撐久一點 所以就變成 PowerFishing這種東西會變成 我覺得對我自己本身 還有對美國環境來講 是比較適用的 因為魚本身它 它的壓力比較小 它還是遵守它的本能 它還是遵守它的本能 它救鵝也不會非常的刁鑽 所以你只要在 對的情況用對的鵝 以黑鵝而言 它基本上不太會考慮你的操作 除非你的操作太誇張 除非你的操作超級無敵誇張 那就有可能會造成你 因為操作的問題掉不到 那 基本上你對這個鵝有一定的認知 譬如說 水表該怎麼樣抽 該怎麼樣停 譬如說 你在跳底的時候 適當的緩緩的平脫 適當的微操作 很細微的去晃動你的鵝 什麼時候應該要有頓點 這些東西 如果你對 你對這個鵝有一定的了解程度的話 那 你釣到魚的機會其實是非常高的 就是你完全不用去考慮你的操作 你不需要什麼花枝的操乾 或是不需要什麼很細緻很細膩的動作 去引誘它上溝 大部分的情況 大部分的情況 那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Power Fishing 就是利用魚的本能去強迫它 去迫使它咬你的鵝 那 Power Fishing 主要概念就是這個而已 我利用魚的本能 所以 當這個魚 我沒有辦法驅使它本能的時候 我果斷的放棄 因為本能這種東西其實是 第一個照面第二個照面 它應該就要咬了 不會說 同一個地方我要4個5桿 4個10桿它才要咬 不會 它如果有看到你的耳操作正確的話 它第一個反應 第二個反應它就會出手了 如果距離對的話 所以你就沒有必要在一個點 反覆的嘗試 反覆的嘗試 而是做快速的移動 快速的搜索 相信你自己的操作 相信你自己的判斷 然後做快速的移動 快速的搜索 那 譬如說 我現在在這個點 我重複的跑到3-4桿 為什麼 因為我在水面上看到水草 如果魚今天因為風很大 躲在水草裡面的話 這下面應該會有魚 那我現在做的是 看我要乘多深才會有魚 懂我意思嗎 看我要乘多深才會有魚 才會有魚 還有我捲的速度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它可能會給我一些訊息 可能今天魚不在岸邊的水草 今天魚可能移到深一點的地方 或是我的重量不對 顏色不對 它會提供我一些的訊息 那我 會把這些訊息 顏色 在我接下來走的路 跟我接下來的操作上面 感覺尾部的動作不太夠喔 因為風太大 風太大 藉口超級多啦 對 所以PowerFishing它主要重點就是 利用魚的本能 避此於舊耳 然後一個地方不要釣太久 就是 我過去你要就要不要就算了 我去找下一條魚 因為魚的數量夠多 我沒有必要跟你繼續拗 你不要我的耳就算了 我會找到對我的耳有反應的 那這時候吃的是什麼 這時候吃的是你對環境的判斷 你對地形的判斷 你對魚的活性的掌握 去決定你用什麼耳 這個是關鍵 這個是PowerFishing的關鍵 而不是說媽什麼東西丟出來 我都嚇雞巴亂嚕 硬捲 他要咬就咬不咬就算了 不是這樣喔 不是這樣喔 這樣每個人都得世界冠軍了喔 不是這樣 而是 我要用什麼耳去猝死它的本能反應 不是所有耳都可以猝死它的本能反應 在某些情況的時候 某些耳不特別容易驅使它的本能反應 某些情況的時候 某些耳特別不行 那這個就是重點 這個就是 你釣不釣得好的重點 比如說他們今天就想要某一個特殊的動作 當你找到這個動作之後 你就可以一直釣到它們 或是他們今天在某一個特殊的地方 你要供課那個地方 你就只能用特殊的釣組 這樣子 這才是PowerFishing的精髓 不是操作 而是大環境的判斷 而是大環境的判斷 反應不佳換耳 真大反應不佳 掉了十幾分鐘咬三口 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子是不對的 難道雨今天活性沒有我想的高嗎 這個比較重了吧 比較重了吧 換個顏色試試看 中了 沒中 走去 水槽裡面還是有 不多 好 活性不高耶 中了齁 在跑啊 還行耶 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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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蘭迪 媽 差不多 差不多 45吧 欸咻 還行啊 呃 你不要噴我 你不要噴我 這樣也不錯喔 我就不會有小資的來亂 我就不會有小資的來亂 這兩隻都滿淺的 兩隻都躲在水槽裡 大隻的 淺淺的然後躲在水槽裡 我都有帶煙灰缸喔 不要覺得我有亂丟喔 它如果來不及我就直接塞在這個包包裡 所以我包包超臭 所以我包包超臭 然後我們來講FINANCE喔 FINANCE是什麼喔 FINANCE是比較偏向日本的操作喔 當然美國也有所謂FINANCE的調法喔 那FINANCE是什麼東西 很多人覺得FINANCE就是 就是微拋喔 其實FINANCE不是微拋的意思喔 FINANCE是很細緻的意思 咬一口 FINANCE是很細緻的意思喔 那 日本就比較偏向FINANCE的操作喔 因為魚的壓力比較大喔 比較偏向細緻細膩的操作 那當然美國說 傳統的釣組裡面有一些FINANCE的釣組喔 譬如說像什麼 像Shaky Head啦 像Nackel Rig啦 像倒釣啦 然後Inner的像那個 之前 之前介紹的那個Spy Bay Spy Bay也是日本傳過來的 這個都比較偏向FINANCE的釣組 還有釣法 那這也是日本人比較喜歡用的喔 日本人就比較喜歡用Nackel Rig 那其實我有做一篇Nackel Rig的影片 只是Nackel Rig是我還沒有練到的一個釣組 所以我不敢跟你說 我懂得很多 我不敢跟你說我懂得很多 所以那部影片還在電腦裡面 我沒有見 那部影片原本是上個禮拜喔 上個禮拜想上的影片 後來我覺得 既然懂得不是那麼多 那我們就 我就再慢慢的琢磨 慢慢的練習之後再來講 那今天原本是打算來練Nackel Rig 但是因為情況不對 因為我估計今天魚的活性比較高 因為今天溫度不高 然後沒有太陽又有風 所以今天用Nackel Rig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我自己的感覺喔 對喔 那我也沒帶 所以試不出來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日系就比較偏向Finance的釣法喔 就是比較細緻的操作啦 然後去凹魚啦 那我不是說這樣子的釣法不好 或是這樣的釣法沒有效率 而是在某些情況下 你就必須這樣子去操作 你就必須去這樣子使用 那對我自己本身而言呢 Finance的釣法其實 所謂的凹魚 其實是更難的 更難的一個東西 就是為什麼 我自己不太喜歡去操作這些東西的原因 因為你的耳小 然後水流擾動又不多 就變成你必須丟到魚的眼前 就是你縮短了魚的攻 它攻擊的範圍 你在它眼前操作的話 它才會去接嘛 你總不可能 不可能去 不會覺得說你丟一個Nackel Rig 或是丟一個 Shakey head 然後魚從 魚從 五公尺外面看到 魚從五公尺外面看到衝過來咬你的耳 不可能喔 如果魚從五公尺外面看到你的耳 肯衝過來咬你的耳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用到Shakey head 這是邏輯的問題 所以當你用Shakey head 你用Nackel Rig 你用這些東西奧魚的時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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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期待的或是... 欸 沒中 已經得了 中了齁 呵呵... 嗯...這都是淺的捏 這都是淺的捏 這都是淺的捏 我今天有帶水錶嗎 我今天好像有帶一隻水錶 不然我們等一下來丟水錶 呵呵呵... 不然我們等一下來丟水錶 你不可能期待說魚從很遠的地方 衝出來咬你的耳 如果魚有那樣的活性 你就不需要用到這些釣竹了 一定是魚的活性很低的時候 或是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必須對到牠眼前一直哗哗哗 受不了來咬的時候 你才會去選擇這些 所謂操作很慢的 需要很細緻的操作 考驗你耐心的 呵呵... 那... 我說過這種東西就很不符合我的性向 不只不符合我的性向 我還沒有程度可以去釣那些東西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 你必須丟到魚的眼前對不對 你必須在魚的眼前晃了對不對 那... 請問你怎麼知道你有沒有丟到魚的眼前 你今天有魚探機沒有問題 你今天有良好的釣點沒有問題 你今天有很多的時間 你跟日本一樣有耐心也沒有問題 但是我沒有 但是我沒有 我也沒有那麼強大到 我丟下去的地方 我知道那個地方一定有魚 就是... 雖然我已經釣那麼久了 一點點的自信是有的 但是你叫我... 花個... 五分鐘 去拗一個點 就是一個點 叫我拗五分鐘 我沒有那樣子的自信 對 我會懷疑自己 我會覺得說到底是... 其實也還好啦 釣那麼久是還好啦 但是你們一定會懷疑自己說 你們一定會懷疑自己說 這樣講很不要戀 但是... 你們一定會懷疑自己說 到底是... 魚不要 還是沒有魚 所以這種finance的釣法 或是釣竹的話 其實需要... 需要對點有更精準的判斷 我指的精準是那種pin point 就是... 就是... pin是什麼 pin是別針 那個... 大頭針 你必須有更精準 更精確的判斷 魚就是在那個點 譬如說釣沉目那一集 魚就是在那個沉目裡面 那個是百分之百可以確定的 像那種點 魚不咬的話 你再來丟Shakee 不然就是你對水底的結構很熟悉了 很了解了 那你再來丟Shakee 對 老實說 這麼大片的水域 你要把這些東西搞到很熟悉 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 效果不髒啊 所以我覺得 對我自己本身而言啊 就是釣了這麼久的黑爐了 然後又接受日系釣組跟美系釣組的熏陶 到底在幹嘛 我覺得日系釣法跟美系釣法對我來講 最大的差別是這幾個東西 我是這幾個東西 那沒有誰對誰不對喔 單純就是 依照情況 依照場地 那你自己去決定 我要用什麼方式 對啊 那對我來講 我比較算是 綜合心 綜合心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自己很厲害 是 東西文化的綜合體 但是不是這樣子 而是 依照環境跟情況去挑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做釣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 所以 在接受 日系釣法的熏陶的同時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去稍微去參考一下美系的釣法 雖然說 美系的釣法都沒什麼在講 美國人拍的影片沒什麼在講解 講解就是那幾個頻道 其他都是比較娛樂 娛樂層面比較高 對啊 但是 從我平常釣魚的習慣 你們大概就可以猜到 美國人釣魚大概是什麼樣子 什麼死樣子 不正說 然後 我 做法 就是 我 我 這樣 你要 谢谢大家